各位早安 這一齣Judy說的是Judy Garland Judy Garland是在外國很出名的一個歌影天后 她是上兩代的明星 她死的時候相當年輕 所以我想很多香港的觀眾聽眾都不太熟悉她 但你可能之前有看過她的電影 例如最出名的就是《The Wizard of Oz》 即是陸野仙蹤 好像去年前年的《Lady Gaga》那一齣《Star is Born》 即是那個是remake 原本的版本是30年代 後來她已經remake了兩三次 所以Lady Gaga的版本是remake的remake的remake Judy Garland是做過《A Star is Born》的 即是50年代的時候 很多人對於《A Star is Born》這齣電影的印象 其實是Judy Garland的版本 例如早前我說過《Lady Gaga》那齣電影 我有一個年紀比較大的伴侶朋友 即是以前上班的朋友 她就這樣說 她說Judy Garland那個真的很好看 那個更好看 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裏 其實Judy Garland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雖然你可能不認識 但可能是你爸爸媽媽 即是你年紀比較大的聽眾 就會知道她是哪一個 我想年輕的人很多都會看過《六夜仙蹤》 因為那齣電影其實你現在回看 都不是過時的 尤其是她那齣電影是有顏色的 這齣電影就是講Judy Garland這個人物 她的生命的晚期一段時間 一段很短的時間 她出氣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說到她的生活已經亂了 她應該是一個有錢的人 但她可以搞到自己等錢花 而且你知道她有濫用藥物 濫用酒精這些問題 但是她又離婚了 但是她就照顧兩個小朋友 那兩個小朋友有時就跟她出台 賺錢那些 但是她的生活是亂了大龍的 晚上又去派對 Anyway 講述 她就等錢花 所以她沒有辦法之下 她就要放下她那兩個 她很疼她的子女 但是真的沒有辦法 她要賺錢 所以她就放下她兩個子女 在她的前夫的家裡住住 她自己就一個去倫敦 因為倫敦那些人 因為她的名字其實可能 她的工作態度很多人都已經害怕了 所以在美國就沒有好的提供給她 但是去到倫敦 有人就出了很多錢去聘請她 但是她要留在那裡 我忘記了 好像幾個月不應該半年 一段時間 很多時候她晚上就要去 有一個登台 她會唱歌 對著觀眾唱歌 就說她那一段時間 她交代為何她會走到現在這一步 其實很多事情跟她很小就已經成名 而且很小的電影業的大人 就是猛操她 強迫她 例如不讓她吃東西 在很小的時候已經鼓勵她濫用藥物減肥 所以她就建立了很多壞習慣 以及一個反叛的性格 因為很多事情是不准她做 是沒有好的理由之下不准她做 所以影響到她長大的時候 就是那個情況 她裡面又夾雜了 因為那個女主角Renee Selwing 她也能唱歌 所以裡面也有好幾幕重要的 她唱歌一些表演的場面 那些都表達得不錯 主要就是講這個人物 她晚年的一些時候 她有戀愛的 不是特別好看 我想是現實也不是特別好看 她也有交代到 主要就是關於這個人物 以及她的心境 她的困難 那個故事其實我剛才已經說了 至於你有沒有興趣看呢 我覺得很大程度上 就是你對Judy Garland這個人 有沒有興趣 因為是關於這個人 這個就看 這個相當個人 我覺得 好像我這樣 其實我都很老餅 但是 其實我不認識 不熟Judy Garland 所以我看的時候 就是有一種抽離的感覺 但是如果是好像 我剛才提到那個 Auntie 那些 如果她對她的 一些電影的演出 是這麼有記憶的話 我想可能她看就會有 另外一番的感覺 我看就很抽離 我看就很一般 但是又不是純粹是這樣 再加上 她是一個給女性看的電影 因為主要是說 這個女性 就是她在生活上 很多的困難 就是無論她多出名 她都是一個女性 她經歷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那些不是說出名 又是錢 可以填補回 對於那一重的女性心態 可能女性看 又會說得好看 當然我是男的 因為男人 就算是男人 我都算是老的 所以這些 這些女性心事 我真的不明白 但是 我太太 就是烤天夫人 我想她看得比我更加投入 她怎樣去 很疼兒女 但是她 沒有辦法對她們更加好些 那種屈辱感 那些 似乎烤天夫人 她是會 欣賞多些 所以這齣戲 這一類的故事 合不合 你看 就看你是哪一類人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點不同 但是我覺得她的故事裡面 有幾部分 我是特別喜歡的 例如 有一部分說她 跟兩個 雞的粉絲 一些互動 在那一刻 你就會覺得 她的人 真是很nice 很sweet 雖然是professionally 當她要演出的時候 她會做很多 是很不對的 很不負責任的事情 但是你又會覺得 她內心 其實她又 不是一個mean的人 甚至乎可以很溫柔 很nice 在那一幕 你就覺得很好看 我會覺得 她一些唱歌的演出 我覺得都是拍得很好 有些位置 她是要拍得很powerful 即是 她之前是幾不堪 也好 但是當她在舞台上演出的時候 那個電影 想表現了種感覺 就是當她在舞台的時候 她就搞得定 無論她之前是幾和 她的人生是幾亂 她在舞台上 她就搞得定 而且可以震撼人 她表達到出來 我覺得是可以 她裡面有幾場 就是Renee Selwing 她要唱歌的時候 我覺得是very good 她是一個這麼難表達的感覺 她成功表達到 我覺得已經是很成功 我覺得 這個也牽涉到那個演員 剛剛已經提到Renee Selwing 她唱歌唱得很好 我以前是很喜歡Renee Selwing 因為我很喜歡看 Jerry Maguire 我看完那電影之後 我覺得Renee Selwing 是我的女神 你知道嗎 我很喜歡看她 看到Texas Chainsaw Massacre 好像第三集 好像第二集 也有她 好像第三集 這些爛電影我都看了 但是後來 近年 她的樣子又變了 變了瘦 我已經不太想看 但是 我也要說 她在這齣戲裡面 演繹得很好 很多人都讚 她演繹得很好 而且她唱歌很好 所以我覺得 是 適合她做 我是覺得 演一個 一個 原本是美女明星 走到Kareer 比較後期的時候 很適合她演 很適合她演 這齣戲 我自己的評分 我覺得不公平 因為這齣戲 其實是不適合我看的 但如果一定要我評分 可能C或者C減之間 我未必會翻看 但不代表這齣戲 是一齣爛戲 我完全不覺得這齣戲 是一齣爛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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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十分強 但是 這個主題 不適合我 但是 如果你是 不像我 所以你是第二類人 你可能會很喜歡這齣戲 很適合你看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